原标题 张灵甫究竟是被击毙还是掏枪自残 他儿子道出了真相张灵甫 在国民革命军里也称得上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不过张灵甫的命运并不好 活着的时候虽然常有贵人相助 也不受重视 但意外之灾还是不断 而在去世后 遗骨的问题也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刀剑无言 只要是上了战场 就是把性命置之于脑后 这是每一个士兵的觉悟 而在战场上 虽然很有可能丧命 但大多数情况丧命的原因起码 还是能够确定的 尤其是将领这样的抉择 但是张灵甫作为义军之首 他的死因是在很长时间 里面都成了一个谜 张灵甫究竟是怎么死的 自杀 他杀还是另有原因 其中流传最广业最为大家接受的死因 是说张灵甫是被击毙的 但是国民党内部却一直坚信张灵甫是自杀的 首先在当时留下的电报中可以得知 张灵甫和其他几个将领因军队处于劣势 而逃进了附近的一个山洞之中躲藏 被发现后就被击毙了 当时在场的人很多 而且专门有人对张灵甫计人的尸体进行了确认 从这各个方面来看 被击毙的的确应该是张灵甫 不过国民党方面是表示 当时张灵甫等人的确是躲进了山洞之中 但是在被发现之前 张灵甫、蔡仁杰等人就已经自尽 而且蒋介石后来也收到了张灵甫之前写好的遗书 张灵甫在遗书中将当时的战士座椅简单描述 总结的来说就是情况恶劣 张灵甫他们也知道扛不住了 但是请蒋介石放心他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 就算是战死也不屈服 的确从张灵甫的遗书中 能够看出来他是有杀身成人的想法 但张灵甫只是说他就算战死也不会屈服 而没有说自己会先了结自己 因此单凭这份遗书来说 张灵甫是自尽有点牵强 尤其是后来张灵甫的儿子做了一件事 张灵甫的儿子张军里公开表示 自己父亲的遗骨鞋 在被买在一家农户的羊圈下面 而且想要牵走 还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张灵甫的儿子是希望通过公开发言 得到关注从而受到帮助 同时张灵甫的儿子也表示自己的父亲当年的确是被击毙 自己的母亲当时也有收到消息 这是可以肯定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免筹 slash 免筹 免筹